欢迎收看巴之闭小学堂 我是乐意校长 在小朋友读play group之前 教子女识字讲这个重任 就落在父母身上 究竟如何帮助两岁的小朋友 提升中文能力 今天就教你五招 第一招 多些让子女接触其他大人和小朋友 经常说学外语是要浸的 但很多家长就忘记了 其实中文都一样 两岁的小朋友就像海绵一样 开始有学习的能力 会对周围的声音是特别敏感的 和会作出模仿 所以让他们去接触多些人 绝对可以加快他们学中文的进程 第二招 和小朋友像人亲子共读 父母在子女睡之前讲故事 大家都经历过了 但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 相当好去学习语言的方法 一来父母去选一本子女喜欢看的书 加深他们学习的动力 二来就可以方便交流 例如父母可以在讲故事途中 问一下子女喜欢些什么 再从他们认得的词回里面 他们认得的词就会慢慢增加 第三招就是教小朋友步手 要令小朋友快速学会中文 可以从步手入手 拆解不同步手的意思 再将他们和其他词组合 利用相关的中文教材 甚至令小朋友很快地 一次学会十几个字 第四招就是图像法 用图画去帮助两岁的小朋友 去记中文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例如火 马 这字是有迹可尋的 字形和原物形状有关联的例子 都可以透过这些方法 帮助他们从简单 甚至到贵一些比较难的中文字 都可以慢慢学习的 最后一招就是喝这个 协喜宝全线婴幼儿配方奶粉 它是专利母义益生菌HMP的有机奶粉 更有GOS 丰富DHA 天然Omega B和6 还有很多种有机营养的相互协同 可以有效帮BB建立强健的免疫基础 出众BB大佬的发育 学中文都快点 还有它是产自纯正的有机奶源 所以寻含丰富的天然营养 想你的小朋友游小可以建立有机的饮食习惯 由奶粉已经可以开始培养 希望以五招可以帮到你的小朋友学习中文 教识你的另一半 让你们都可以巴之闭 拜拜